牛眼窗与八角窗 林百货面向道路的部分皆为大面开窗 可以观览皆紧 而建筑转角处则有圆形的窗户 也叫做牛眼窗作为变化 由于林百货是当时该区域最高的建物之一 五楼作为餐厅使用 面向运河及安平海边的西侧 则开了大八角窗 方便鸟看落日的远景 当时1930年代是文人雅士最具风韵的场景 知名的文学家叶史涛笔下也曾书写此景